大家好 都在讲这种货币跟所谓的商品的价值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谓通膨的概念 因为刚刚谢教授有讲到通货膨胀 其实钱为什么会越变越薄 因为比如说银行利率1% 那如果牛肉面涨幅5% 不好意思 你以前存的100块 只有多1块钱是101块 但牛肉面呢 你现在领出了101块 但是你却买不起这一碗面 甚至还要倒赔4块钱 这种概念就是想说 如果利率好的时候 我们的确可以多存一点钱 来进行所谓货币的操作 但刚刚教授又有提到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杰南哥 杰南哥 在美元跟南非币之间 为什么你当初毅然决然会选择南非币 我会选择南非币 是我在39岁那一年 我觉得可能要准备好退休计划 那我就开始 因为台币目前来说 整个的利率都往下跌了 那我就想说开始从外币投资吧 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买了三个币别 第一个币别就是经常到日本去玩 所以我基本上我都会用半个薪水 半个月的薪水 把那个就是日币换好现钞 然后放在护照 随时可以走人 对对随时可以走人 周末就去小旅行 他那边应该有另外一个家 元宇宙 好那第二个我就同时买了两个货币 买两个货币 当时候就是我们在做保险人的概念 头脑就很简单 就用七二法则还有利率的概念 预定利率 预定利率 好那时候就想说 那全世界全世界最最大的最大的国家 最大的国家就美国 对那就第一个换美金 那第二个就换利率最高的 那我们看我们的字卡很好玩 你看我们字卡目前排告 这是我们台湾银行经常每天的排告 他就放在那边 每次我们就看到那个三四五六七八 当时候十年前是八 对南北币是八 你觉得如果按照七二法则概念 应该15年后也应该多一倍吧 对吧 没错教授 基本上数量多一倍没错 可是我们都忘记他的价格跟价值了 对不对 好那这时候我就换了 当时候就是因为有结构债 结构债更多了 那时候基金就有一个人家高配高收 高配高收 我想说这边都七八了 那我就换好 那就小事伸手 这边就换一个月的薪水 也换一个 那一个月薪水大概四五万块 大家都很好骗 这样写高配高收 就直接投资 对啊高收高配 那时候当时候同事 就一伙人一起 像搭油管车一起 一起换购了 一起换购 那为什么换购 就是因为当时候的 我们这个字卡 我故意做得很小很小 那个点就是我们进场的 就是这个点 那个点就是十年前那个绿色这个 我当时候说想说从4.5 跌到4了 够多了吧教授 其实应该是说他不敢面对 又想要分享 对然后我就换 我们就说不然我们一起换好了 换完之后 那可能因为我在受险部门 所以我们要像银行部门那样积极 我一些同事就进入买了一些 高配高收的基金了 那我就很 我就很简单 不然我就放定存好了 那我就一路存存到现在 那确实那一天有惊绝一件事情 我就突然间在几个月前 刚才看到人家的妈祖 你知道吗 因为南非是祖妈嘛 对不对 祖妈说前总统 说因为贪污进去 对不对 然后被收 然后结果引起了震荡 你知道吗 那我就稍微再翻一下我的步子 因为不敢面对嘛 所以去刷一本 还真的 那个数量都有上来好开心 我的法则是对的 没有错 结果我就稍微再看一下旁边 我们都看汇率 那转换成台币 纳存的满几块而已 对 那所以这依然这样 其实我购买大概在4块钱左右 然后 然后我自己算了一下 那大概在汇损方面 大概60% 60% 但是这几年大概从 345678都有配到 利息 大概这边可以补个40% 但是这10年下来 等于这个货币是来去一场空 来去一场空 那我放在那边 最可怕的是 南非利益我那么远 结果我住在南非套房住了10年 很可怕 我还没去过 是不定根本没去过 最可怕的是我还换不到纸钞 对 在我们台湾银行 那我们没有办法拿到纸钞 没有办法 所以我现在目前我大概来昨天在左营 左营 然后那边做那个就是我们的理财说明会 我发现我们这些婆婆妈妈们真的集结得非常勇敢 每个人手边都有奥币纽币 南非币是家常必备 他们都一定有 然后拿到的时候更有趣了 他们告诉我们这个配很多 现在有19% 对那我就开玩笑说有啦我知道了 大概有3000亿 3000亿这么多 那其中有一家安插字头的成长 而且叫成长 他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1000亿 对那我就觉得很可观 南非这么远 结果没有这么多 这么爱他 全世界就南非币 南非他最多 第二个就台湾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利息有没有 利息跟高配左右到我们 我们就直接 我就是个消费者 我就看 我只看利 但是我不看会 我在当下 所以那时候我想要说 后来我自己想要抽身 那其实这10年 其实我一直检讨自己 那为什么不换回来 其实我雪玲玲的教育就是 我要让我的好朋友都知道 我有这个教训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可以持续贪 但是你要注意这个你的商品的架构 对不对 你可以随时抢反弹 因为他是个长空格局 长空格局下来的时候就很有趣 他每次都抢弹 抢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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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其实就有投机了 对不对 其实是我忘记有投机的行为 我应该时刻去看他 对不对 那所以你可以 一直摊他 但是如果像我这样子放着 然后一直只有买货币 存定存 就是摊贫组 那个贫是贫穷的贫 弹贫组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分批结调 每一次有没有 我就利用他反弹结调 反弹结调 反弹结调 但是操作的次数要多一点 你才会有获利空间 没时间没想法没办法 对啊 我们在上班上班族 不像陈妍老师晚上十点还可以呼唤 我们要叫个闹钟起来 有没有 说我们要上课了 对不对 我没办法 好最后就是马上聊了 就是把他有没有换成台币放回来 但是我又不甘心 我不甘心 所以我就去放着 让我确定的教育过 以后这个弊别 我绝对不要去碰他了 那要叮咛大家 他确实有七二八折的概念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他 他这个国家会不会停电 哦对啊 所以基本的这个 他的基本基础建设都要有稍高 然后你基础建设做不好 外汇不进来就知道 然后外汇进来出 他就影响到他的汇率嘛 对这我觉得电是最 他们目前最麻烦的事情 那一个非系统风险 就搞了我们这样子人羊马帆了 这是我比较惨痛的经验 所以大家还是习惯了 大家这个日币还是多换一点 因为为什么知道 我们可以马上走人了 但是不要像这个国家 我自己有收集货币的习惯 我一直想把这张货币送给我的老师 你知道吗 我的老师在隔壁 老师就送你吧 这是 我看 是现钞耶 对啊 这现钞超级大 这是星巴威 十百千万 好有钱 星巴威之前也是曾经上过新闻的一个货币 很可怕 这就给你了 太多零了 用一卡车的星巴威只能买一包烟 用一卡车的星巴威币只能买一包烟 那一张可以买五颗鸡蛋 对 然后大家不上班 因为来回的过程 那个月薪比车钱还少 表示在所有的货币里面 美元是很稳定的 非常稳定的东西 所以就我来说 我如果按照我的现在主购买的外币 那南非币我已经忘记它了 对我不会去碰它了 那澳币这方面我也不会去碰它 纽币我也不会去碰它 因为它受到这个 美元指数里面一个联盟五个国家 因为它对比 那欧元当然它占了一半的指数了 对 那我来看待看这一块的话 就是以美金为主 以台币为辅 但是我如果配置的话 我起码会两成配置美金 两成 因为它是有机会 像刚才陈毅教授讲了 如果他一口气来给我三马 怕死人你知道吗 那硬的来有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 是不是我们的保单就会受到影响 是啊 对所以我分享 国人最爱的还是回到美金好了 因为它的钞票也叫做美金 美就漂亮了 漂亮了 你看南非兵就很难 难在前面了 就一切都很困难了 那我现在目前还是首选 首选目前如果持有美金 目前像我现在手边有一些美金 我一定得去做投资动作 我一定投资动作 那基本上我们会做定存 那如果我们看到定存来来去去 它就是要薪钱而已 每次高利定存 有些甚至跟你说13% 搞不好就7天而已 以前花旗有搞个专案 很高很高 那如果你要做保险的话 那我们来说就是会有拆很多种 那最重要是谁你知道吗 基金了 所以我们会从基金下手 因为当然台股好台美股好 大家就一起好 大家就一起好 所以我们做的配置就很重要了 所以两边变成两头我们都要买了 因为赚钱的东西都要一起买 我们就不用去做那种刻意说 我买美元就是过去的概念 就是避险 教授对不对 我们过去就是等到大浪来 到处风吹草动什么911 或怎样 美国就会办园游会出来让我们玩 你知道吗 这10年就是美国Q园游会 一直印钱给你 然后经常美国就有三个特性 对不对 三个特性 借用老师常讲的一样 美国钱有三个特性 独大 独家 独特 他没有黄金 但是他可以到处印钞票 对不对 他可以到处玩 但是要玩 他是玩的一个有秩序的玩 我告诉你怎样 对 那所以我觉得跟着大老板走 跟着跟着巨人一起走 那这时候我 我个人是目前来说 我就投入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保险 一个就是基金 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一个就是把 基本的利率先锁定好 然后得做一个投资的行为 对是这样子 那你会选择什么弊别 应该不会只有美元吧 应该还是会有分散风险的一些配置 弊别 目前因为我被南非币吓到了 所以还是以稳健的投资 但是我如果要做投机行为 因为投资里面一定要投机 如果我们不做投机的话 就不会碰到黑天鹅了 对 所以一切的风险都弄好了 就是现金而已 所以我如果个人 我会碰一下澳币 我会碰一下澳币 但是南非币其实我心里很痒 心里很痒 因为他这样 我看到他的现行土 是做一个三角收敛 三角收敛 搞不好也有反弹坡 我只是自己关心一下 我不会再去碰他 但是我觉得若有南非币的 投机要做 投资也要做 投机要做 对 当然 金窝 银窝 狗窝最好 就是还是台币最好 是这样子 所以相对安全文件 又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我们的主币别 主币别 澳币衰退 澳币衰退 人民币衰退 逆势上涨的就是大家通通买美金 通通买美金 因为很直接 我就是一个消费者 我跟陈宜老师不太一样 我就是消费者 我就是看汇跟率而已 这两个 那买的便宜 我当然就赶快进货了 大批大量进货 所以美元保单 就大家已经崩狂抢劲 那一看也知道 美元保单我有固定丢在定存 也只有零点字头而已 零点多字头 但是我起码丢进去了之后 我如果时间短的还有1% 时间长的还有1.75 都高很多了 那随着这里面 还蛮酷的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接着 就是这里面我还观察了一个东西 就是老师刚才讲的 类权威保单 美金计价 好什么是类权威 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这个名词解释的部分 类权威保单 就是中和型的就是交由专家代操 我们保险公司会找一家投信公司 这投信公司会人家说 像一菜篮这样子一菜篮 那里面可能有ETF有基金 那就由一家投信公司来做主持 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那就是我们不用花时间 没时间没想法没办法都不需要了 丢给他就好了 丢给他这样就好 这个保单收进来 但是买这个保单 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 有几个要注意的事情 非常要注意 第一个我们买保单 我们都买保单 是看了美金来买的 看了利益来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保障是什么 资本利的 钱 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选择年金平台 年金平台 所谓年金平台跟寿险平台不一样 是年金平台 它就是以未来的生存率为做结果 那所以在一定时间进入年金 才有那个备用率出现 那在这之前其实几乎都不是年金 都是以禁止为标准的 那如果用受险的话 他就一直扣你的受险成本 所以如果经常有人说我要做保本 买投资新保单要保本 那就是有配一个受险在里面 那我们当然年纪越长了来 像我们都来到了三四五以后了 那当然这受险成本就会逐渐攀高了 那有些人就是一直扣一直扣 说奇怪了 不是只扣100块而已吗 怎么会每个月还要扣受险保 所以我觉得选择年金平台 是类权保单最棒的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代操机构的绩效 这个绩效 如果你找一家 找一些人家说的 婆婆妈妈来操 你觉得会怎样 吓死人了 他就南北必冲啊 澳必冲啊 所以这些机构的平等 我们通常我为一个指标 就是有没有帮政府代操过了 我个人会先看他 如果政府代表表示他有一些就是在评审委员已经看过他了 在一个程序里至少有人监督了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收费机制 这个收费机制就跟基金一样 有前收后收随时收想收就收不想收就不想收 对不对 好那这时候收费机制啊 我个人认为你一定要看清楚 然后就是说最好是付一次钱 付一次钱就是我一开始比如我要投入100万 那你要扣1%2%3%的手续费扣完之后就不能再扣了 那以后就是纯粹的净投资了 那以后我就是看禁止了嘛 这样比较简单 那不可能没有扣了 因为基金的ETF操作会有经理费用啊 对不对 经理费用会有哪些费用 那就反映在禁止吧 就等于是内扣了嘛 对不对 那我就反映到那我 我是一个消费者我就很简单 我买这张保单就交给专家代操 没有年金平台 用年金平台 少那个受险保障 我又省了成本 然后收费我就一次解决了 那以后我就看禁止 最重要就是他有一个资产剥回的频率 那所谓资产剥回频率就是过去 我们买那些高配啦 生存金那些啦 在一定所得之后 国税局都会早上门来 是 对那内存委保单 如果你买美金保单 他就只有海外所得 海外所得都会提醒大家 买这张保单 不要赚太多了 一年就50 100就好 因为他有最低税负最值 然后还有一个剥回频率 剥回频率就看各家设计 各家设计很多啊 像比如我们如果要设计啊 设计巧妙一点的话 就是每个月会剥回多早 那通常啊台币跟美金差 台币大概 剥回率啊 如果在4.3是稳健 5 OK 最高就在7的论举 但是美金就不一样了 美金我们可能会从5开始起跳 5哦 剥回率会从5 那最高可能会来到11哦 如果来到11的话 按照我们刚才 笨冷的企业法则概念 10年后 教授我又多了一倍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